大家好,这里是读书种地,喝酒,看天下。 首先拜托各位点击订阅,支持我们的频道,为了有一天能和朋友们放马南山,匹柴牧羊,咱们江湖再见,长话短说,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。 说说英国移民最新情况,还有哪些城市适合新移民定居生活? 英国高度发达的商业、教育、金融、文化环境,吸引着全球人才的急剧,成为国人移民选择的热门国家之一。 那么选择移民英国都是被哪些优势吸引呢?英国都有哪些城市适合新移民定居生活呢? 英国移民局的审理速度最快,相比其他国家投资移民的成功率更高。 英国的公司税个人所得税较低,在成为英国永久居民之前的境外所得, 无需向英国政府申报,投资安全无风险并享有定收益,18岁以下子女可享受免费公立教育至高中。 英国繁荣的经济,完善的商业法规,全民医疗的保障,和从摇篮到老的高福利待遇等等。 首先是完善的社会福利。 英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,其国家福利名列世界前茅。 这里是世界上没有城乡差别的国家之一,所有国务馆、公园等公共设施全部免费开放。 孩子从出生及享受国家补助和免费教育,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,使劳动者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尊重。 英国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NHS下的公费医疗制度。 也就是所有的英国人,投资移民为6个月以上,都可以享受免费医疗服务。 除了付出方费外,无需支付任何费用,包括普通住院也一样。 重要的是优质教育水平。 英国有着非常完善的教育体系。 英国的教育更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价值观。 英国当地的教育资源很丰富,可以参加的课外活动数不胜数。 英国的学生从三四岁开始接受义务教育,享受全免费的国家福利。 学校甚至还提供免费的午餐。 那么,英国到底有哪些城市适合新移民的朋友定居生活呢? 一,伦敦。 伦敦不仅是英国的首都,还是英国第一大城及第一大港。 伦敦相较其他城市,对外接纳程度更高。 居民来自世界各地,更具多元化。 近年,伦敦房产市场大热,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富豪来此之夜投资。 如来自中国的李锦记,在去年4月豪至12.8亿,买下了伦敦金融城的对奖基大楼。 并创下了英国担动房地产交易记录和中资海外房地产投资记录。 另外,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金融中心和世界的旅游胜地。 其不管是商业形态,还是文化形态,都占据着全国的头部资源。 是很多移民人士首选城市。 2.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。 是城市重建的一个典范。 曼彻斯特充当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。 在英国工业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。 但如今的曼彻斯特早已脱去了蒸汽和汗水交织的帽子。 迈入了时尚、活力、一流的商业环境。 据相关消息,曼彻斯特没有伦敦以外英国的商业房地产市场和私人企业社区,并计划于2020年成为全球二十大数字化城市之一。 另外,我们熟悉的曼联队和曼城队两支世界文明的球队就来自这里哦。 3.爱丁堡 如果你是一位文化寻觅者,爱丁堡再好不过,它是英国的文化古城,苏格兰首府经济文化中心。 这座城市拥有璀璨的文化遗产。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、苏格兰国家图书馆、苏格兰国家画廊都在这里。 它是英国最美城市之一,素有北方雅典之称。 另外,在经济上,爱丁堡有发达的金融产业,是除伦敦以外的另一英国金融中心。 在教育方面,爱丁堡是世界第一座文学之城,有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爱丁堡大学。 要知道爱丁堡大学在2015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占据第十七的位置,所以喜欢探索英国文化的同学,可以考虑爱丁堡。 4. 布里斯托 布里斯托是一座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小城,因其野生动物电影制片和环境行动主义而闻名世界。 素有自然生态影视基地的称号,这里有充满艺术气息的建筑,复数的海港,连绵起伏的丘陵和田园风光,是英国西南部的商业文化教育中心。 对于新移民来讲,布里斯托有便利的交通,有成熟的航天高科技和金融贸易商业形态,有两所不错的大学资源,且相较于英国其他城市,这里的治安状况也更胜一筹。 在医疗方面,根据国民保健制度,注册修读6个月以上课程的留学生可以享受免费医疗。 5. 伯明汉 伯明汉位于英国中部,与伦敦相距仅160公里,原是英国第二大城市,但随着曼彻斯克的崛起,英国第二大城市逐渐向曼彻斯克转移。 但是,这并不代表伯明汉不行了,伯明汉仍旧是英国的一线城市,而且还有很多人依旧认为伯明汉是第二大城市。 大伯明汉地区是拥有欧洲最年轻人口的地区,已经连续三年被全球美式生活指数排名为英国生活质量城市,拥有公司、研发中心、世界知名大学和创新企业家,是一个拥有超过1900个国际公司的充满活力的繁荣商业地区。 这里交通便利、火车、机场项目四通八达,呈现经很多移民者的青睐之地。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,目前最安全可靠、快速的移民项目。 英国企业家移民居留项目。 申请条件。 一、申请人年满18周岁,无犯罪记录。 二、拥有可自由支配的20万英镑资金。 三、英语雅思成绩均向达到4分或持有英国本科大学或本科以上学历证明。 四、至少有3310英镑的生活保证金,在递交前至少存满3个月。 续签条件。 一、登陆后6个月内注册成为公司董事。 两、三年内持续经营。 三、提供两个全职就业岗位满一年。 四、完成20万磅的投资,用于企业经营发展。 永居条件。 一、申请永居前5年内注申请人,每年的离境时间不能超过180天。 二、企业持续经营维持投资。 三、5年内申请人完成创业,并提供两个全职就业岗位,满一年。 四、在申请永居前所有申请人,要通过,Live in the UK可语言。 第一,考试。 入籍条件。 一、居住条件。 一、拿到永居满一年才可以申请。 二、从入籍申请之日起,在过去的5年中,申请人最多累计离境的时间不得超过450天。 三、从入籍申请之日起,在过去的12个月中,申请人累计离开英国的时间不超过90天。 二、通过Live in the UK考试。 三、通过语言测试。 好了关于英国移民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,大家如果有移民意愿的,请找专业的移民服务公司。 以上内容只做参考,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,我们下期再见。